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女人渴望被你喂饱了,会用这三个小动作暗示你,男人别害羞,女人面对追求者若是他不反感,大多是想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下的,不止接拒绝就是最好的验证方式。 但这并不代表一个女人对你动了情,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动了情,感觉是不一样的,每个人对爱的表达方式不同,但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追求自己,女人的表达方式是相似的,女人天生是柔软的,和男人喜欢一个人直接的表达方式不同,女人喜欢一个人会表现出多种形态,娇羞,微笑,默认,不拒绝等等,都是表达喜欢一个人的最直接方式。 女人天生是细腻的,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,通常不会说出口,而是用行动来表达,这一点和男人直接表达对一个女人的喜欢也不相同,但我们都知道,一个男人说爱一个女人,却不一定是真爱,但一个女人接受你的好,并且及时回应,就一定是对你动了心。 女人其实不屑于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好,除非是因为同情,但男人要想明白一个女人在接受你好的同时,是如何表达对你的喜欢的,就不得不去分析她的行为表现。 女人爱一个男人和男人爱一个女人一样,都是掩饰不住的,那么一个女人对男人动情后,会做出哪些动作来表示接纳你呢? 一,回应你的暧昧,表达她的柔情。爱情和别的东西不一样,不是一锤定音的,需要有一个相互培养感情的过程,当两个人互生喜欢和好感,这个时候就会经历暧昧期,经历过暧昧期后彼此磨合,相互表达爱意。 女人如果喜欢一个男人,就不会只享受你对他的好,而不回应你。 女人对男人动情后,最真实的表现就是表达自己的柔情。 这是每一个女人都渴望做的一件事情,无论这个女人的性格如何,只要她在喜欢的人面前,一定是娇羞的,温柔的,含情,卖卖的。 就算这个女人平时是个女汉子,但在喜欢的男人面前,她会降低自己的嗓音,表现出柔美的姿态。 这是女人动情后最真实的表现,她会用尽所有的能量去表达柔情,来吸引你靠近你,让你深深地爱上她。 对于女人来说,表达柔情是最美好的事情。 没有之一,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这个时候的女人是最媚态的,无人能比。 当一个女人用尽柔情,来回应你的暧昧就是对你懂了情,放心去表达爱吧。 二,主动靠近你,不排斥你的亲密接触。 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后,会渴望与她单独相处。 当两个人在一起,她会主动靠你越来越近,并且不排斥你的亲密接触。 比如帮她剥一下被吹烂的头发,不排斥使用你用过的东西。 当你柔情以待的时候,她会低头娇羞或转移视线。 但不是冰冷且无感地移开。 比如团体活动的时候,她愿意和你一组,并且接受你对她的好,而不是处处很客气。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动情,就是从不拒绝开始的。 当她乐意接受你为她做的一些小事情,就意味着她对你的好感度在慢慢地增加,并且开始慢慢地接受你了。 因为女人通常对这些接触是很敏感的,要是她不愿意,就会条件反射地移开, 并且后面会对你所做的一系列举动有所防备,甚至离你远远的,不再让你触及到。 当一个女人不自觉地对你展开了防御,那么她就是排斥你了。 当女人越来越喜欢和你在一起,不排斥你进一步的接触,就是愿意和你交往。 三,允许你霸道且变得乖顺。 在女人的生活中,都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梦,希望被一个男人霸道地爱,并且享受这种感觉。 当一个男人不允许你在生理期碰凉水,霸道地强制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,女人内心是很暖的。 即使此刻你很大声愤怒地责骂她不爱惜自己,此刻她可能被你的强势吓倒。 很乖地待在原地,当你觉得有些不妥再回过头来叫她去休息,她可能傻傻地回复你一句哦,或者很乖顺地按照你说的去做。 女人天生喜欢被霸道时的宠爱,这种感觉让她们无法拒绝,并且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 女人渴望男人的宠爱,并且渴望这种模式,只是你对她的专属,不希望你对别人使用。 当她被你展示下蒙之后,脑袋里可能有一万个幻想,你宠爱她的样子,要不怎么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呢? 一个女人只在你面前变得很乖顺,就是对你动情的表现,这个时候要勇敢一些,不要再试探她是否真的爱你了。 一个人动情并非刻意,而是顺其自然的,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。 当她对你动情,就会做出这三个动作来回应你,告诉你她的心意,毕竟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一段真实的感情,是没有谁想要错过的。 请你读懂她的爱意,紧紧地抓住这份缘分吧。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点点订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《总结局》 明镜与点点栏目